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次相遇 大胡子提醒男主要及时关掉手机 男主的暴脾气加上大胡子爱挑衅的性格 两人发生了口角 没想到飞机上的乘务员认为 两人想要有劫机的意图 于是把两人赶下了飞机 不仅如此 两个人还被禁飞了 但是男主的所有行李还在飞机上 但是也没有办法 就这样稀里糊涂的成了一名黑户 那就出去想偷一辆汽车回家 却没想到自己根本没有偷车的天赋 此时大胡子提出来 自己可以再男主一程 男主无奈 但是为了能够早点见到老婆生孩子 只能和大胡子一起上路 在路上大胡子的各种做法 让男主忍无可忍 更可怕的是 大胡子还把自己老爸的骨灰 装在一个咖啡罐里 戴在身上 在一次趁大胡子洗澡的时候 男主放下了大胡子的行李和狗 悄悄地开车上路了 走了一段路以后 男主发现大胡子老爸的骨灰还在车上 想扔掉又觉得不合适 于是又回去重新接上了大胡子 重新上路的大胡子 却在开车的途中睡着了 这下直接让两人和汽车 从桥上翻了下去 这场车祸让男主摔得半死 断了一条手臂 但是大胡子却安然无恙 男主忍无可忍 叫来了自己的好朋友小黑 准备丢下大胡子 自己和好朋友一起上路 但是小黑却十分同情 憨厚的大胡子 小黑就带着两人 一起去了自己家里 小黑帮大家一人冲了一杯咖啡 没想到却把大胡子老爸的骨灰 给喝了下去 这下男主无奈 只能再和大胡子重新上路 没想到在途中 两个人却被警察查到了是黑户 这次大胡子终于干了一件正确的事 他将男主从警察局救了出来 赶往医院 就在两人千辛万苦 终于快要赶到医院的时候 大胡子却在玩枪的过程中 一不小心走火 一枪打在了男主的腿上 到男主赶到医院的时候 全身上下邋遢的不同样子 衣服上还带着血迹 狼狈到老婆几乎都认不出他来了 但令人高兴的是 他成功地当爸爸了 而经历了这一路的男主和大胡子 也产生了一定的感情 变成了兄弟 好了 今天的影片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今天的电影就到这里 如果你有想看的电影 或是有什么好的提议 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们